我絕對覺得今次是五區補選 是一種鬧劇 我絕對支持五區公投 兩位都是70後的中產人士 但對於五區補選就有不同的看法 中學教師李子榮覺得現在的中產人士 交稅多、福利少、生活壓力迫人 對於涉及撤身利益的議題才會關心 老闆賺到錢 自己的工作能夠有發展、能夠穩定 這些在中產家層來說是最重要的 至於政制的改革 其實在他們來說都不是太關心 他批評補選只是公社兩黨 撈政府資本博宣傳價政治素 一億五千萬 始終都使得不太恰當 他們不如覺得不如減稅去吧 或者說一些免稅額 或者一些對於他們中產家層是好的地方 不如加強一點 總好過做一些這樣的鬧劇 李子榮認為補選不能真實反映主流民意 會杯葛補選 補選的宣傳活動或各方面的配套 沒有之前的選舉那麼多 我很懷疑究竟有沒有花到這筆錢 或者有沒有人對過數 是不是真的花了這麼多公帑 此其一 其次這些公帑不是亂花的 第一我們見到的是每一位香港市民可能都受惠 任亮憲現在在自己開的信託基金公司 擔任聯席董事 他覺得現在的政制扭曲 小圈子議員偏袒財團 生活和政制物不可分 中產不應該再政治冷感 每一位登記的選民都可以透過選票 去告訴政府 我們需要一個公平公義公開的政制 認為公社兩黨和大專2010合計價得票率 能否過五成並不是補選關鍵 如果百分比只是三成 舉例三成百分比可能都說 有六七十萬的選民走出來投票 又是那句六七十萬人支持這件事 作為了政府怎麼可以不認為 怎麼可以漠視這六七十萬人的訴求 他呼籲選民用選票清晰表態 香港歡憑Disk記者在黃庭卿報道